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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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我是Kini Hello Hello 我是Mark Hello 你好 歡迎再次收看CK Global Channel Mark哥帶你玩轉全世界 又是澳洲篇 我們上次也說了很多澳洲的東西 澳洲除了米爾本外 還有很多地方有東西玩 例如澳洲的大舊石 奧利斯全國果 還有大寶椒 北京的大寶椒 還有雪梨的藍山 藍山也是玩足一日的 其實是很豐富的 吃東西也是 可以吃龍蝦 澳洲龍蝦最出名的 海產很豐富 海產很豐富 在米爾本玩得多兩三天 但如果自己去玩 其實可以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另外在澳洲 酒來說 它的品種都是由歐洲運來 叫新世界酒 就和南非澳洲 或者南美洲的酒齊綿 澳洲的酒產量好的時候 比水便宜 澳洲的水是貴的 是一瓶水來講 是一瓶酒的 澳洲買酒 也不是任何地方可以買到 而是專門買酒的地方 寫著Liquid 或者是Bottom 這些地方才可以買到 另外一件很刺激的 就是玩什麼呢 看鯊魚 因為澳洲和南非一樣 都是很多大白沙的出沒地方 很多大白沙研究中心 你可以去玩看鯊魚 坐在鐵籠裡面 浸了你下去 就像鯊魚在你那裡咬一下 其實是可以有這個節目去玩的 不過澳洲的水是很冷的 首先告訴大家 這件事 在澳洲和南非都有玩的 這件事 是一個挺刺激的 因為我帶一些客人 那些客人也是玩的 回來的時候真的很刺激 玩鯊魚 如果不想太刺激 看鯊魚也可以的 因為在指定的季節 在東岸那邊都可以看鯊魚 我也看過幾次 真的叫牠跳上來的 很刺激 旁邊還有很多白海豚 你的船都一直跟著你游 所以澳洲來說 旅遊資源除了去風景之外 看動物也很好看 因為很多動物保護區 樹熊 樹熊 袋鼠 這是很值得去的 另外還有就是去金礦牆 因為叫新金山 千萬是 金礦牆叫Bawa Hill 其實還留在這裡 裡面可以坐一些精液的火車 或者入礦毒裡面看 看以前的人 如何生活 如何逃金的情況 還有它會介紹你 認識澳洲的歷史 這幾個其實都是在密爾本附近 以前有些人會去 但因為現在縮了行程 金河場是不去的 很多都不去的 還有那個精液火車都不去的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自己去玩的話 記得去一下這兩個地方 要坐的 火車很漂亮的 沿途的風景全部都是 所以其實澳洲來說 真的不錯的 你的旅遊各方面的東西 都是 天氣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很值得推介大家去玩的 其實除了這裡之外 其實澳洲 剛才我們之前那集 講到教育 其實有很多的 subject 都很出名 這個我們可以在下一集 再跟大家說 我們下集見 但記得支持我們 都是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們 記得按個小鐘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